我们来分析立委的选战 这一个游盈龙老师说呢 这一次的民进党的立委的选情不是太妙 有可能会丢10席到14席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量的这个数字 他分成这一个小书中书跟大书 他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这个中书 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数字当中 那因为呢有六成的选民是不满执政表现的 那蓝白支持者在大多数的选区合流了 那国民党的地方执政有优势 民进党的11席立委是靠着蔡英文 在2020年的气势才当选的 这2020年817万票的海啸 让很多大家原本认为不会当选的人当选了 所以呢这11席立委其实很多就是高危险群 那台北市的这个立委的估票 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估计 台北市有5席是很稳的 那稳拿5席 不过他对于全体整体的这个全台湾的立委的席次的估计是非常超级的乐观 他说区域立委可以有50席不分区立委上看14席 也就是国民党会拿下64席 就是64席是还没过 全部64席 对过半 57席就过半 所以比过半还要多很多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在国会的优势 是下一届国民党在国会的优势 有可能吗 我觉得选举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会出现什么样变化 我是觉得不宜过太过乐观的估计 太乐观了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很会选举 选前两三天可以搞个事情来 上次是搞个王立强 炒了一个礼拜 然后影响大家选举的结果 这一次我觉得民进党不可能就大家坐在那 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个绝招 在最后两三天会出 所以我觉得在选情的部分 我就觉得审慎评估就好了 我们国民党的资责 民进党说你们国民党会放大绝 你们国民党又说人家民进党会放大绝 料敌从宽 你总不可能是敌人就这样顺顺的走 走过最后一天吧 再来我就觉得国民党的资责 常常会有一个小小的毛病 就是看到情势大好的时候 会觉得不错 然后会太过过于乐观 然后就不去投票吗 不会吧 会去投票 但是我会高度期待的心理 那我是觉得选举不到最后一分钟 很难开票到不到最后一票 很难知道那个结果会怎样 那我自己的在地方上跑的感觉 我的闻起来是 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 比如说有些选区里面 做太久的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 或者说票数可能会拉近 或者说有一些不看好的区域 事实上的就会翻盘 那我觉得民心思变 民心思变是在 民调里面是查不出结果的 因为民调里面有个局限 就往往是比如说年纪长的 因为在家接电话的多 然后再来上班族接的少 但是很多的上班族 对现在情况是不满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调 在选举里面 基本上可以做个参考 但不能完全按照民调形式 最准还是你在街头 拜票的感觉 你现在的论述跟民众党 实在是太接近了 是吗 我没有听到民众党说什么 好了不过这个游吟龙说 民进党立委可能丢10到14席 这个符合民进党的内参民调 的股票 我其实没有看到内参民调 但是确实这一次 大家会觉得说赖销配 感觉是比较希望比较大的 但是台湾选民又有一个习惯 就是好像每隔八年就要换一次 那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就是如果说这一次赖销配 可以打破这个八年魔咒 等于是说在小英的八年之后 赖销至少四年 甚至八年的话 那很多一些选民会觉得说 好那我总统的票都已经给你了 我立委的票我可能会给别人 分裂投票 对对对 这是其实尤其在一些都会区 我们现在会比较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 当然赖销现在气势非常旺 你说没错 现在蓝营 现在地方诸侯看起来有 有开始回来了 但是毕竟也是回来的比较慢一点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许许多多的争议 朱立伦说人家是牛鬼舌神的帐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在心里 所以会出多少力 还有到底 你当选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字其实是蓝营内部自己要去 好好的去跟他们自己的人说清楚的 你之前都把我打成这样子 甚至是挺郭的时候 跟猴之间的这些裂痕 是不是因为几次的在台上 喊一喊动算就可以弥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整个大选的总统局 大家会觉得说 美德营台湾看起来是最稳的 最像正常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立委的选情 确实现在是蛮冷的 就是你平常打开电视很少看到 只是好像大家在讨论的就是马文君吧 之前的浅建案原本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他的这个南投的庄园又来 但是其他选区就是比较就是冷的情况之下 就会担心说选民会不会 总统投一个立委投一个 然后投不一样 再加上因为呢很多白的支持者 他们的总统票会去投柯文哲 可是那立委票呢很多 柯文哲这个民众党推的候选 很少的情况之下 白的那一些总统去投柯文哲的人 他在立委票很有可能 也会跑去投蓝营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就是我说的 就是总统局跟立委局 可能会出现一种分裂投票的状况 反而变成立委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黄绿锦如 他的估计当然是有一点太乐观了 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小看 如果国民党他现在有这样的信心 他有这样的期待的话 那我们更要加把劲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国会还是很重要 尤其国民党的这个 第一名的韩国瑜 他一旦当上立法院长 如果国民党是单独过半 或是跟民众党结合过半 然后让韩国瑜当上立法院长上 我其实觉得那样的国会蛮有趣 但是就我们是作为绿营的 角度是不太希望能够 不太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啦 所以说还是要继续努力 立委的选情要热起来 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立委都是有在做事 都有在监督业 都有在争取建设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国民党有可能拿下六十四席吗 民众 六十四席喔 所以这五十加十四不是六四吗 好多喔 恭喜 我觉得不大可能啦 那国民党的台北市拿五十 我觉得黄呂是不是部分谦虚 不过这种算法跟民众党 他在台北市过于谦虚 他在全国过于夸张 对 有点啊 我觉得 因为民党在台北市是二加一 就是说他有两席是稳的 然后一席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说照黄呂这样的话 就表示这三席就是民进党会赢的 他们国民党就赢五席 那这样就是有match到 没有要说稳拿 还有不稳拿 不稳也拿 没有啊 稳拿的话就是五席稳拿 做五看六 做五看六 他没有说做五看六 他只有五席稳而已啊 然后那个民进党本来是做二看三啊 那你现在就说 那你现在就 你是做三他可以看四了 对 没有 不是 那你现在是凑合凑起来了 国民党五席 然后民进党就拿三席啊 所以这个预算应该是OK的 那至于说区域立委要拿五十席 你们现在才提多少席啊 六十九 六十九 那你们六十九拿五十啊 六十九拿五席啊 那民进党就是连蔡其昌都输了 才会拿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预算是蔡其昌也输了 你怎么一直都拿他当指标 不是 因为蔡其昌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比较安全去 不是啊 我觉得说 当然这次民进党的区域立委会比较不好 那主要就是说你在2020 赢过这个对手只有5%之内的这个误差范围之内的这些人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因为他的旋风 这个总统的旋风没有像上一次那么大 所以这5%这个误差范围之内赢的人 这一次都是一个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 就是游一龙缩这11席吗 其实民进党遇过是15到20 是差不多的 就是15到20 15到20不是全输 是误差范围之内 就是说有的会赢 有的会输 好 就像那个 就比如说有差3% 现在输3% 但是未来这个都是误差范围 可能他会赢1%这种的 那像这种都是所谓的 15到20都是所谓要必须要加强的 这个普选的这个席次的重点吗 那如果你是你这样子算的话 现在我们民进党有23席 那你去掉的话 50 去到14席 也不过是50席左右 50席左右 那你怎么会拿64席呢 你会多一席吗 那民众党都不用拿了 所以黄旅这个台北市雇的不是不错 但是雇上全国的话 那不分区你也 我不想要对中央是有什么意见吗 14席叫上看吗 上看14席 你觉得14席是稳的 你说国民党应该 不分区拿14席是稳的 就要现在的民调我们来看 对 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应该是有13 14席 那如果上看的话 应该到15到16 所以说我也不晓得黄旅锦如 到底是怎么算的 那我们就是 我们是想请党中央 把这个黄旅的评估呢 是不是可以试算给我们看 那是不是每个党部主委的评估 都是这样子的 那中央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说我们现在区域立委上至少几席 然后呢 所以说他的 他这个东西就是看衰 那个不分区立委嘛 对 他低估国民党台北市的立委的席次 又低估不分区的席次 但是高估其他不归他管的 其他市长部的席次 没有错 不归他管他就没有 他不知道 那我觉得他就是看衰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 看衰韩国瑜 韩国瑜第一名 他知道韩国瑜在台北市 可能没什么票 所以不分区立委 就上看十四席而已嘛 所以说我觉得 是见缝插针的一种 典型见缝插针的想法 不是啊 不得这种评估 我实在是觉得 不晓得是哪里来的 像蛮内部矛盾的是不是 蛮无厘头的啊 不是我是觉得 不分区立委十四席是 我觉得是 我自己接触到 我觉得是一个稳定盘 是个安全名单 对是个安全名单 十四席是安全名单 但是会不会在往上成长 我觉得要看 比如说民众党 他最后会冲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有互相消长一个部分 那加上这次 会不会出现分裂的投票 就像配分奖 会不会有投 总统投A党 然后我要制衡呢 所以立委的部分 去投了B党 这个部分有占多少 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人 有这样的想法 你从2020年的选票 就知道很多人分裂投票 上百万人 那这次会不会 继续延续这种概念 我觉得就要有待观察 因为上次一定分裂投票 否则你看 蔡英文票这么多 那不分区的部分 国民党跟民党 云分秋色 一样啊 而且你们那次 民进党的总统票 跟政党票差了快两百万 对 而且那次国民党的 部分区提名超烂的 对啊 然后竟然可以平手 被攻破嘛 很多破口 大家在攻 但这次基本上没破口 所以在大家觉得民进党 可是这次可能破口在别党 对 民进党可能这个破口 不是你们不是没破口 只是你们破口别党 也有说没有攻你们破口 大家破口现在比大跟小 对不对 但我去国民党这次真的破口 基本上不分区民党是没破口 没有看到这个公共部 接近一个月以来 没有成为一个众矢之地 没有被成为一个攻击的焦点 我觉得这个名单是 非常非常OK的名单 但是区域立委 我觉得最后两 最后一波 我觉得那个攻防就很重要 然后整个的气势带起来 会对于区域立委这部分 我觉得前后会偏移到五六席左右 特别是有些边缘的名单 比如说这差个三五%民调的 最后会不会这样翻过来 我觉得这是观察的重点 你说五六席 游云龙说十一席 刚才陈敏凤说十五到二十席 这个到底 大家都好乐观 到底进入激战区的这个选区 有多少 就是说现在大家好像觉得 因为全台湾有这个七十几个选区在选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进入激战区的选区到底是 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到底是谁赢的这个选区 我是听党中操盘人讲的 他评估是十五到二十席的激战区 所以他们有一些 我不晓得别人听 是激战区加放弃区 还是只有激战区 应该有放弃区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放弃区 都不放弃 就是差很大的地方也不放弃 加在一起 就不算里面了 就不算在十五到二十 激战区就是表示误差范围之内的 这么多啊 对 我们来看哦 这个北台湾 从北中南来看的话 这个北台湾现在呢 这个陷入苦战的这个选区 民进党陷入苦战的选区 你看哦 这个可能会输的是高嘉瑜 可能我这样子念 这样上榜单好吗 可能会输的是高嘉瑜 然后呢 苦战又没有输 没关系啊 失守机会高啊 对那另外这个失守机会高的 还有这个吴佩毅 失守 新北的第八选区 这是吴征原本是江永昌的选区嘛 就是现任立委他不选了 对现任立委不选 然后新人来接棒的 这些选区都算是蛮危险的 然后呢 另外这个基隆的这个选区 蔡世英不选了 所以也很有可能是这个失守机会非常高的选区 来看一下这个中台湾 北中南这样子少一次之后就会知道到底是15到20 还是11 还是这个只有5席左右 我们来看这个中部的这个中二选区 林静怡的这个选区也有可能是现任立委 林静怡跟严宽恒 那目前看起来也是属于非常危险的选区 然后另外呢 这个是庄静城吧 第五选区 也是失守机会非常高的 这个庄静城过去大家也比较不认识他 他也是这个817万票的旋风 过了之后突然就选上了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南投的这个选区 就是也是补选的 蔡培会这个选区 也是被列为这个现任立委 会这一个翻车的一个选区 来看一下这个南台湾有没有 这个现任立委会失守的地区 这个高雄的这一个左南选区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因为刚刚我们就分析过了 有绿营的这个分裂的这个状况在里面 刘诗芳不选 那这个李博弈能不能够接着上来 那另外这个屏东的这个第二选区 那也是现任立委很有可能会这个失守的选区 那台东以之前的立委 刘兆豪现在跟民进长这一次提名的 这个赖昆成 那看起来台东也很 有很高的这个危险 我们刚刚没有提讨论到这个 屏东跟台东 那屏东这个选区 为什么会进入这个高度失守 因为他有苏清权嘛 不是那他有一个 苏正清的儿子 苏正清对 他有一个绿呢 也是有一个分裂 不过这个选区 我觉得虽然是艰困 但是应该还是会赢 民进长应该还是会守住 这个选区 你说屏东 对屏东这一个 这屏东二选区 对 就是说他主要还是 我觉得南部的地方有问题的 通通是绿营有分裂的地区 才会造成一个比较艰苦的部分 所以说这个东西当然 那个人是不可小觑的 那大家也列入评估之内 所以说但是最后结果怎样 这个屏东如果说 只守一席力为话 对于现在屏东县长来讲 恐怕也是一个不是 连任会出现乌云罩顶 可以换人选 不一定要连任 可以重新再出选 还可以再出选 第一任都希望连任 还是上一次出选很惨烈 再来一次就好 再一次惨烈的出选 不过就是说 那台东这个选区 就是真的是 现任立委跟这个 提名立委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选区 就现任立委没被提名 就提了一个这个新人 他还是分裂了 不是新人 赖昆成真的也不是新人了 他很老了 那至少你没有让现任立委连任 结果他还出来选 可是问题是你初选 刘兆豪就是输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 这个党中央上面 当然了 刘兆豪觉得他会赢 所以他才会继续参选 不过党中央 我觉得党中央处理上面 应该可以更加努力一点 其实未来如果执政有希望的话 以刘兆豪这样的背景跟资历 其实应该可以 可以有别的 另有安排 另有安排 但是传出在党中央吵架 就是被骂了很久 都没有劝慰 所以我觉得刘兆豪那一次以后 就决定 他本来还是在拖 然后他也去问总统 因为他是英系的人 那其实说他也是在拖延 他的这个时间 可是我觉得就说 可能中央方面沟通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困 比较没有如人意 所以他才会决定 那次就宣布退党 要参选的这样子 不过你这个意思是说 民进党内部的派系整合 还有一点问题 不然英系的刘兆豪 都已经去找了总统 希望能够处理党内的这个分配问题 结果显然是党中央没有买单 还好 因为总统也是确实不要选 但是可能刘兆豪觉得 他觉得内昆臣选不上 他自己才会选得上 这个就是人见人知 所以你那时候讲什么安哲秀 安哲秀是有自知自明 自己选不上 那有些人选举选到最后 他就觉得他会选上 对啊 而且对方选不上 对那主要是绿营 好像是蓝营也有分裂 这个屏东这个选区很奇怪 蓝营好像也有分裂 这台东吧 台东 对台东对 台东这个选区很奇怪 就是他好像 所以有两蓝两绿 对 所以说他也觉得有机可乘 所以不见得他会输 这样子 那佩芬你们现在 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个选区 都陷入了这一个危急区域 而且都是现任立委 无法连任的这个选区 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应该在 这个国会席次上面 应该是蛮大的冲击 蔡英文总统好像最近在 肇事会场上面 也都一直在呼吁国会 我现在离过半是有点远 然后希望这个国会 至少还要维持最大党 这真的是反正重要 因为像我刚才说 如果说赖清德 他可以顺利接棒 蔡英文的话 那他这个总统 其实还是需要立法院来配合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民进党如果还是国会过班 那当然最佳 或最大党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政务 才能够顺利的推动 那尤其其实像这个 小英总统 他现在也是我们的 赖消配以外的一只超强母鸡 大家都在敲他的这个通告 我们其实现在状况 是有非常多的母鸡 大家一起全力在冲 那像蔡英文 刚才就我来录影之前 也是才确定说 这个礼拜六 这个周末 他也可以来帮我服选 那其实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还剩三十几天 虽然说我们立委局 确实从一开始 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就我刚才说的嘛 就是大家觉得 可能会分类投票 然后今年选情也比较冷 然后呢 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我们在 像刚才有讲的 有的是立委 现任的立委是我们 民进党的没错 但他们是补选上的 补选的时候 其实是听全党之力 下去服选 那现在是全台湾的区域立委 这么多人在选的情况之下 他们原本就对抗的是 很强大的一些地方的势力 或盘跟错节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手 的情况之下 你要他们现在再去 就算他们正经